喔喔對不起 八加二 主席麻煩我請王主委 主委 王主委 我想我遵從我們今天的主席 我們盧昭偉的指示 一些顯而易懂 然後跟小市民 然後特別跟弱勢者 有關的議題來跟主委做一些討論 主委我想我們在 推動危險保險 其實主要就是要照顧弱勢的民眾 如果他們再碰到一些意外 或者是他們可能 可以有一些微型保險 社會保險可能沒有辦法 Cover到的 這個部分 可以讓他們有 即時的一個保障 好在當時的對外宣稱的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表示就是說大概這樣子的一個推動 會有三百萬人可以受惠 那然後 比同一這樣子的微型保險的這個部分的話 會比一般同型保險便宜四成五到六成左右 那我是不是能請教主委 現在目前執行的情況如何 在持續推動底下 所以主委能不能說 我們有沒有 沒有 達到三百萬人嗎 對不對 沒有三百萬人 加入這個保險 對不對 那您剛剛講的二十二萬人 你們是 是一百零四年度 單一一個年度 還是歷年累積 現在的 累積投保人數嗎 還沒有達到 您剛剛講的我直接講 您剛剛講的二十二萬人次 是歷年累積的人數 不是單一年度的投保人數 是不是 現在已經有二十二萬人受到保障 那是歷年累積啊 對 每一個單一年度 我們的微型保單是一年一保 是 對不對 所以二十二萬也是人次 而不是二十二萬人 您同意嗎 這個是投保人數跟人 可能中間會有一些 不一樣 就是有一個人如果買兩張的話 所以歷年來 直接講 歷年來一共二十二萬人次 是投保 但是 不是二十二萬人得到保障 因為可能同一個人 從第一年到去年 通通都有保 也有可能他中間只有保一年 然後就沒有了 對不對 我想這個部分 你負責金管業務應該很清楚這中間的差別 剛剛二十二萬人是累積現在有效契約的 所以是二十二萬人現在在cover底下 是 所以是 歷年來累積的人數 就是現在還有在保障內的 並不是說他如果已經到期的會提掉 這個部分已經排除了 好那我 再請教主委 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 這裡面我們原來設定的目標 是弱勢族群 好 那 現在投保的這二十二萬人 都是所謂的弱勢者 是經濟弱勢的朋友嗎 是 你們有什麼樣子的集合機制 集合機制 因為我們對於 投保弱勢的認定上 是他的年收入 必須在新台幣35萬元以下 他夫妻收入是70萬元以下 保險公司收的保單 你們有什麼樣的機制去查核 他真的是這樣子 沒有跟相關的 恩 跟我們的財稅 財稅中心 來做勾機嗎 這個不用 因為儘管會有這個檢察局 所以我們對於那個精檢的時候 對於被保險的詳細資料 我們都有 對 所以 你們現在 你確定就是說 這二十二萬人 都是您剛剛講的 這樣子的條件 的朋友 你們有沒有把握 我們相信是這樣子的 而且我們其實在推廣的過程裡面 有跟非常多的 社會福利機構一起合作 那由他們的協會裡面的 相關的會員 或是由他們來 介紹哪些 弱勢群眾可能更需要這樣的保險 正因為如此 所以 本席可以了解的情況 並不是說您剛剛所回答的 這樣子的情況 這個如果有問題 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 確實有 比較便宜嗎 一定是比一般的保單便宜 一定比一般的保單便宜 對 好 那為什麼你們在自己的網站 微型保險QA裡面 在第三題裡面 承認微型保險的保費並沒有比較低 然後 我們查詢的情況跟結果 事實上也沒有比較低 你們只是總額比較低 入門的門檻比較低 沒有 保費是不是比較低 這個部分可能需要進一步的釐清 這我們會檢討我們文字上面的說明 所以 所以 你確定 你們的微型保險的保費是比較便宜的嗎 如果對於一般民眾來想 同樣是買受險跟意外險 或是相關的險種的時候 在保單的計價上 總額低入門低 但是等比例來講的話 它其實並沒有比較低 這個是精算上的定義 你要不要跟你的同仁再確定一下 對 這個精算上我們需要再釐清的部分 所以 我們會再釐清 所以 是我們網站上面寫錯了 還是 我們網站上寫的不清楚 我們會再寫清楚 好 那 我覺得 主委對這一個部分的話 其實並不是非常的清楚 好 那我們怎麼樣子 勸服我們的保險公司 然後提供這樣子的保險 我們提供給他們的誘因是什麼 主委知道嗎 提供給他們的 你是說對 保險公司 然後來銷售這樣子的保單 然後我們還給他責任額 那然後我們提供的誘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鼓勵保險業做這樣子的一個 那個 欸 拿來 好 我大概 告訴你 這裡面的話包括保險商品 申請案的核准 我會叫加速 然後設置分支機構的這個部分的話 的申請案 那然後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會加速做審查 然後聘任保險業的負責人的就是說申請案 這一個部分的話 我們會相對的來講寬鬆 等等的就是說誘因 但是 主委 如果就是說我們在這一個部分的話 本席之所以會問你為什麼 有沒有到底有沒有相對的比較便宜 好 在保費的這個部分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為什麼要提供這樣子的誘因 好 這一些的就是說問題 本席希望 主委 你能夠去了解清楚 好 然後在這裡面特別是設置分支機構 的這一個部分 本來我們就應該按照保險業設立遷移或 裁測分支機構管理辦法 的相關規定 然後去做相關的要求 該審查最高審查75天 該審查75天就審查75天 而不應該用因為這樣子的 就是說配合 我們來說短 也就是說該審查75天就審查75天 該可以縮短就應該可以縮短 這個不能夠 不應該用為就是說手段 或者是誘因 您同意嗎 我們推動微型保險是希望照顧弱勢團體 那剛剛在保費的部分呢 它的手續費實際上是一定比一般保險更低的 所以對 保費 我問你是保費 它的保費包括精算的保費 再加上手續費 所以 所以弱勢團體可以透過比較低的保險 因為它的手續費著修的比較低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幫助更多弱勢團體能夠有保障 那在為什麼我們要鼓勵保險業 事實上是因為我們認為保險業應該做企業社會責任 這個部分保險業其實大部分的保險公司 它很多其實是捐贈的 連保費都是不收的 本期清楚這樣子的情況 那所以就是說 在這裡面我想請問 在保險法的規定裡面的話 我們的保險可不可以用送的 事實上微型保險 保險法的規定是不可以 可是保險公司可以做企業社會責任的捐助 我們就是說其實在國外相關微型保險的研究非常的多 那主要其實做最多的不是在金融單位 不是在金融主管機關 事實上做最多的話 是國際勞工組織 那另外在經濟學人的雜誌裡面的話 然後在104年4月的時候也提出來 事實上微型保險 最主要最困難的事情 就是怎麼樣子銷售保單 那在他們的研究裡面的話 送比賣還要有利 好 本期希望我們金管會能夠就這個部分來做研究 那就是說保險法如果適度要做修正的話 是不是也可以 然後在這個部分的話做檢討跟修正 如果這件事情的話 是值得做 我想我也知道是我們政權主委 事實上也在努力推動的事情 那之後的話 是不是就是說繼續努力 落實這樣子的一個政策的話 該適度的就是說修法 事實上應該做適度的修法 好 謝謝 好委員的意見 我們會回去再進一步的檢討 謝謝